指挥官陈时中剪了头发 希望疫情小一点 烦恼少一点 而台湾疫情的确持续往趋缓的方向走 很大可能可以降级 陈时中也透露 这两天就会给出降级指引 降级的时候 管理的措施是怎么样 相关的指引有没有要做修改 我们这两天就会来公布 如果有降级的话 那五人十人这个规定 那当然会放宽 那当然如果没有降级 就不会放宽 台湾周三确诊依然维持二位数 新增本土16例及5例死亡 不过指挥中心先前也提到 确诊年龄有下降趋势 各地要将青年纳入防疫重点 陈时中表示提起地方政府注意趋势 并加强跨区域疫调 尽早阻断传播链 相对的个案数是变得比较少 那战率虽然高 可是并没有高到那么的多 并不是确诊的人数多了那几倍 因为在外面奔跑 然后上班等等的 那相对的染疫 再加上家庭的亲密穿染的可能性 所以就落到这个年龄层的比较多 同时台湾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 已经达到23.5% 不过台风来袭可能影响到 接种站施打疫苗 陈时中提醒 接种站开设或休息 会按照停班停课标准 而接龙市已经提前宣布 23.24号接种站暂停施打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检 曾心敏 台湾台北报道